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将中国和日本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更加的雪上加霜 那么可以看到在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以来 不断的加快了修宪的步伐 与此同时他在领土问题以及历史的问题上也是咄咄逼人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心 那么究竟安倍会将日本带去何方 今后的中日关系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日本京都隆古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教授 他来为我们剖析的问题是日本修宪生中的乱象与真相 有请 卓南生 1942年生于新加坡 早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受教育 1966年富奇东颖攻读新闻学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新闻系 后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和京都隆古大学任教 现为龙古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卓南生从事日本问题研究与评论近50年 是少数能以亚洲视角长期观察与评论日本问题的东南亚报人与学者之一 主要著作有日本的乱象与真相 从安倍到安倍 卓南生日本识论文集三卷本 大国梦与盟主论 总保守化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等 卓教授您好 在去年的12月26号 也就是在安倍执政一周年的日子 他参拜了警国神社 虽然说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有非常强烈的反响 但是短短的五天之后 他的心疼异笑又再次参拜了警国神社 您觉得整个的安倍的内阁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 为什么要以意孤行 我想从安倍上台的一天开始 大家都知道他肯定会参拜 所以我认为这次的参拜是意料中实 因为在他第一次内阁结束之后 他就经常表示对当时没有去参拜 感到非常的悔恨 他甚至曾经说这是痛恨之际 然后他也多次的表示 他当时采取的是模糊战术 不说去也不说不去 那这就是忽悠亚洲人民的 那所以呢他上台的肯定是要去的 那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 他的上台这次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修改宪法 而修改宪法跟参拜经国神社 跟歪曲历史的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彼此之间是相互挂钩的 那所以无论是我们如何的去谴责他 无论是国际社会如何谴责 他如果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是会继续参拜经国神社 这一切都是在他的估计之内 所以我认为对他来说 反对是必然的 但是他会一一孤行 那么到现在来说 还有什么能够放慢他修宪的步伐呢 我想在日本目前的一个政坛的格际 或者日本国内的气氛来看 我看不出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修宪 那么自从安倍上台以来 对于钓鱼岛的问题 他也是非常的强硬 你觉得在他强硬的控制钓鱼岛的这个背后和修宪 是怎么样一个联系起来 我想这个钓鱼岛问题也不是今天开始的 那么我们若是回顾日本的政坛的发展 跟还有领土问题的纷争的一个愧疾 或者他细谱来看 那钓鱼岛问题开始出现的这个比较 有争议应该是在1996年4月17日 也就是乔本龙泰兰跟克林敦签署了 这个日美安保重新定义以后 那重新定义之后 日美之间的一个共同地人 或者潜在的对手 已经是从旧日的苏联转为中国 那么领土的纷争 也从北方领土 日本人所说的北方四岛 转为南方领土 南方领土其实是钓鱼岛 也就是在1996年 那时日本官方就正式的抛出来 否定这个各自争议这回事 那当时日本方面还是 才比较低调的提出这个看法 那么可是呢 最近在几年呢 那么随着他休闲步伐的加速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表面化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当然是从安倍开始 从安倍的外祖父 那个时候或者忠贞跟等等 小泽一郎等等 这些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说今天的问题不是一个突然变化 只是也许这是从量变到质 变到了一个快要翻盘的一个时期 好 非常感谢您 我们接下来呢 由卓教授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演讲 他的演讲题目是 日本修宪声中的乱象和真相 有请 2012年 安倍晋三重返日本政坛 提出告别战后体制的口号 并一步步加快修改和平宪法的步伐 为什么说安倍参拜晋国神社是意料之中 安倍修宪要跨过哪三道门槛 他又能否真正实现修宪的目标 世纪大讲堂 日本修宪声中的乱象与真相正在播出 我想跟大家谈的问题是 日本修宪声中的乱象与真相 那刚才我说过了 安倍的参拜晋国神社呢 其实是意料中事 稍微留意一下日本的一个政治走向的话 如果安倍不参拜 那才是一个怪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安倍为什么能够重新跑回首相府 重新组织内案 因为他唯一的合法解析的理由呢 就是说他想要完成他第一次那个没有完成的事业 没有作用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告别战后体制 那么什么叫做告别战后体制 那么照告别战后体制的说白了 其实并不是有任何新鲜的东西 这个就是1984年 中正跟康宏提出过战后政治总结算 以及1993年小泽宏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换句话说 安倍其实只是用一个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这两个路线 这两条路线 那这两条路线跟安倍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修改宪法 修改被他们认为是万恶之言的宪法 那么既然是要告别战后 要修改宪法 那么安倍就必须做得比任何政客还更加卖命 那怎样卖命法呢 他当然是要制造一个营造休闲的一个气氛 那具体的说就是加速这个创改教科书的步伐 就是加强的力度呢 就像灌输民众呢 是认可战前的日本的战争的行为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倍呢 想要否定三个谈话 也就是1982年的公则谈话 1993年的河野谈话 以及1995年的春山富士谈话 那这些谈话呢 都是说向亚洲民众表示日本的歉意 那这一切呢 现在呢 安倍其实都要否定 那以此同时呢 参拜经过神事 也是一种营造一种休闲气氛的一种 就是否定战后肯定战前 那么肯定战前的假计战法 那这既符合安倍的死官 也符合他们的加险的一个路线 那么接下来呢 也许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安倍想要修改宪法是一回事 那他修改得了吗 那这也是媒体过去的一直在争议的问题 那如果是我们留意的话呢 安倍要修改宪法 或者日本保守政府要修改宪法 他都要面对着三大官 那这也就是所谓三大门槛论 一个呢 就是参众两院官 就是参众两院呢 要获得三分之二的议员的同意 那第二个难关呢 就是公投 就是全民投票 那要获得民众的支持 第三个呢 很多人也提起说 美国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美国态度官 那这三个三大官呢 我认为是在传统上是说得过去的 而且呢 这三大官的确是对于当局来说 不是那么简单 但对这三大难关呢 我们也是要以时寄进 要结合日本国内的形式 要结合国际的形式来看待 那这三大官呢 我认为是也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 这个参众两院官来说 那在今天已经不存在问题了 为什么说不存在问题呢 在过去 因为保守内部呢 直接争扎 那么也许 这个特别是说参众两院 不完全是掌握在自民党人手中的时候 那难度比较大 那在去年7月这个参议院大选之后呢 结果呢 已经今天已经没有问题 自民党已经拥有很大的一个支持力 那再加上他的盟友等等的 我们来分析的话呢 就认为是这个参众两院这一方面呢 只要他们内部得到一种协调的话就没问题 首先 我们知道今天第一大党也是自民党 当然是支持修改宪法的 他们 这不在话下 那么 民主党呢 民主党基本上 是来自自民党 也就是说 日本经常有人称之后 第二自民党 那这个第二自民党基本上也是支持修改宪法的 当然更早之前有的人是认为说 这个民主党内部有一部分呢 是来自社会党 而这些来自社会党的成员呢 也许将会成为牵制的一个力量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党内的所谓前社会党分子 其实就是社会党内最亲自民党的分子 也是最亲修改宪法的修选派 当然要他们这些人突然间换一个身份 换一个说法 他又有困难 因此修选派的前社会党人呢 他们发明了一个词汇 叫做创选 创改宪法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旧的宪法不摧毁 哪来的一个创造 一个新的宪法 所以创选也就是休闲 那其理自民 那再来呢 也有人认为是 自民党的最佳火炮搭档 就是公民党 公民党 不一定完全会支持自民党 特别是公民党 经常是以一个比较温和的姿态出现 那很多人就对他有所期待 所谓公民党签字论 在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市场 但公民党的口号是什么呢 他的口号是加险 加减的加 加险 那其实加险这个词汇也是很有趣的 你看 如果是不修改宪法 哪来加和减 所以加险派 实际上也就是休闲派 那我们若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 日本的第一大党 第二大党 第三大党的一个基本态度之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三分之二呢 完全不成问题 那只是只要他们内部得到协调 那第二个问题是 全民投票官 日本的一个国内的空气 也能起了极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春山富士 途奔自民党阵营之后呢 整个社会党就瓦解 那社会党 后来被百姓换名成为社民党 那到了今天面临的分分离戏 那么他没有办法做一个 也跟自民党来交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呢 民众 今天他们要投票 其实也已经没有了一个 可以可对他们来讲 要发发一个不满的声音 也没有一个相对强大又不同的一个阵营 那再加上 自民党战俘以及媒体的 与论诱导有关系 他们的与论诱导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反战分子或者是坚持守卫休闲分子 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他这些人官方呢是把它分成三类 就是在反战分子当中 真正坚决反对的 毕竟是少数 那这些人是官方是跟他针锋相对的 但是还有两类呢 其实是动摇的 那两类呢 一个是叫做厌战 厌战是什么 讨厌战争 还有呢一种呢是恐战 是恐怕战争 是害怕战争 那么要如何医治这个厌战病跟恐战病 就是成为了官方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也面对的问题 那要治理要医治厌战病恐战病 那日本保守政客跟他们御用文人呢 就是强调这就是要创开教科书 要把战前发动战争是美化 那不要参拜经过神社 只有让这些恐战厌战的日本人 觉得说战前我们做的没有错 我们这个战争不可怕 战争死了 官方政府也不会忘记你 我们还会参拜 这样参拜 所以这要医治这些恐战分子 这厌战分子 那么这个反战势力 自有自然而然就衰为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经过了这么几十年的经营 日本民众对这个战争问题 已经不像六零年代七零年代那么敏感 或者是那么他们对官方的政策 特别是在日本受到威胁的有危机感的情况下 慢慢地从反对休闲到周末接受 或者甚至是支持休闲 这是全民投票官 那另外一个第三大关是说美国太多 那美国在过去的确实是对日本有着绝对的牵制的力量 特别是在战后初期 可是这个问题我想也应该用以时的静静的观点来看 在对于基辛格 对于老布斯或者卡特 这些老一代的美国人来说 他们对于养虎成换 这一点还是比较警惕的 可是在到了今天 特别是在今天的白宫主人看来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新的战略的考虑 他们要所谓要重返亚洲 他们要对一个戒期中的中国要有所一种意识 那么他们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像过去那么有警惕 再来我个人认为是 特别是在311事件之后 日本官方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好让美国的军部直接插手干预辅导的核威 这意味着是什么呢 这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核能力的水平 其实是掌握的一清二楚 日本人称这个事件是叫做第三次败战 第一次败战败一辆可银子弹 第二次败战是败战于金融危机 金融战 第三次败战是败战在辅导的世界的处理 这三次败战之后 我想说美国对日本相对上它是比较能够有把握 相对上它比较有信心去处理 所以也在相对上可以做一个有限度的放松 当然你要说美国会主动去支持它休闲 那是不可能 但我们若是仍然还是保持在上世纪80年代 或者70年代的状态来想说 美国一定会干预 那我们大家可以睡大觉 反正最后美国会出来管 那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已经是不太现实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社会呈现保守化的趋势 为达成修宪的目标 日本政府与媒体创造了哪些舆论支持 该如何认清这些论调的本质 我们又该如何辩驳 世纪大讲堂 日本修宪声中的乱象与真相正在播出 那了解了这个三大官对于日本的保守派的修宪 已经失去掉它的威力之后 我们就要面对的是 休闲后的日本将会往何处进 这个问题 日本方面 今天开座玛丽的宣传公式是强调什么呢 就是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 那么即使是没有第九条 他们还会遵守着和平的精神 那这样的一种论调是不是有道理呢 那如果是说我们纯粹玩概念游戏的话 我们可以说军事大国 军国主义跟修改宪法 是不是三个概念不能够等同 但是如果是我们从日本战后 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来看 你会知道这三者从来就是紧密挂钩的 先谈谈一下什么叫军事大国 军事大国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看知道 战后日本官方 在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就是我学生时代 日本首相每到一个地方访问 他一定要强调 我们会遵守和平宪法 请诸位安心 那到了1977年 福田康复的爸爸福田九夫 他去跑到马尼拉 去发表福田主义三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 第二个原则是说 我们要有心连心 我们要平等 第二第三其实是抽象的 只有第一个原则是比较具体的 那么为什么要 有发表 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呢 因为他认为说 我就连军事大国都不想当的 怎么还会成为军国主义 换句话说 他认为军事大国很可能会被人认为 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前奏曲 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军事不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 是当日本官方在三世纪七零年代 为了使人们消除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担忧 所以今天来强调说 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 那我们从历史的脉络来看 其实是站不出脚的 这一点我想先提出 因为这是一个潜台 潜台值就是军国主义权奏曲 那么可是现在 特别是在小泉的时代 三原则就悄悄地变成二原则 所以包括富田康夫在谈起富田主义三原则的 我非常注意了他们的细节 都是谈到新年新 谈到对等 但是不成为军事大国这一条 就悄悄删掉 所以三原则成为了二原则 这是一个 那再来呢 刚才我提出的是 要以和平宪法精神继承论 我们即使修改宪法 和平的精神我们要继承 那亚洲人民肯定要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质问 就连第九条还存在的时候 就当日本还不可以整经的时候 明文规定 宪法规定的时候 你对军事武装 都那么情有独钟 那一旦宪法修改了 你会真的就对军事部再热重吗 那这一点呢 我想说是不成立 可见呢 这个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论 或者是和平宪法精神继承论呢 都是站步之脚 那再来呢 也有一种看法 这个看法 我相信主要也是来自东京 犯罪一个论调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人会想应 就是说我们要用宽怀的心态 来看待日本的正常国家论 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很正常 为什么日本就不能够正常 那这边我首先我想要提出一下 中文的正常国家这个字眼 其实是这个翻译跟言文有点出入 因为日本的小这一栏提出的时候 他没有提出什么正常国家不正常国家 他字文就是普通国家 普通国家是什么意思 普通的国家的对义者就是不普通 不普通是特殊 他们日本为什么被认为特殊呢 那当然他是有前科 前科是他特殊 而战后他有他的特殊 因为他作为一个有前科的国家 对战前没有反思 对战争责任没有反思 对战后的责任 包括赔偿等等 这些都做得不好 只要一个特殊的国家 还没有做好消除到特殊性的时候 那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国家 也许大家都安心 但是当中文把它译成一个正常国家的时候 就好像是中文说说 不给他修改宪法 他就不正常了 那我是说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因此用宽怀的心态来接纳日本正常 本身就在理论上 那我写的是也有在上去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日本的复古情调跟安倍的休闲动向呢 那在这方面 我发现到 不管是在日本的论坛 或者是在亚洲 或者其他地方的论坛 经常会出现的一些 是是而非的一些论调 首先最常出现的就是把亚洲民众 对日本的一个批判 或者两者之间的一个摩擦 包括史官的摩擦 归藉于所谓民族主义对立 或者民族感情对立 因此结论是双方都要自我克制 其实就是各打五十大法 各打五十大法 批评者跟被批评者都一起各打五十大法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么民族主义 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分清楚 它到底是排外的 还是贺勤贺力的 因为以我们这一个年代来说 这个民族主义实际上在东南亚 在反帝反制的一个过程中 是一个正面的名词 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名词 我们所说的一个民族主义负面的 那是指它排他性的 其实正确地说 应该是国家主义或者国粹主义 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一个思潮 把它混为它 这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 同样的偷换概念 也常常出现在日本媒体 对一些实际的一些使用 比如说反日 台日 物日 就是欺负日本 仇日 这一类的词汇 实际上是战前日本媒体 最喜欢使用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目的是 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反抗 都把它转换成为是日本跟外国之间的矛盾 或者是日本民族跟外国民族的各种民族的一个矛盾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偷换概念 那很奇怪的 这样一个偷换概念的名词 在战后的日本媒体都一直使用 为什么日本媒体要这么继续使用呢 那这是因为以国益而知善的日本媒体呢 沿着这个战前的一个思维 那么但是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华文媒体也经常会出现的这些反日 台日 物日 或者仇日 这一类的词 那这一类的文字其实是富士的一个问题 富士的什么呢 富士日 日到底是什么 日是指日本 是指日本人 是指日本政策 是指日本帝国主义 是指日本企业 都是不明确的 那把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 跟发动战争的日本 都军国主义都混为谈 那其实这是偷换概念 因此我认为说 这一类的字眼 反日 这个仇日之类的字眼 我们在实用的时候非常小心 要不然的话 我们已经在这个话语的 这第一关呢 实际上不知不见的站在日本这一边 再来有一种言论 这主要是针对中国 就是认为说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问题 中国也有责任 那中国什么责任呢 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大国要有大国的心态 大国要大国的风范 大国要斗高心胸 因此呢 就不要再计较一些细节 那我想说这个观点 表面上看来是不是对的 但仔细分析 其实这是一个强弱论 这个问题 以其说是大跟小的问题 不如是说是 是以非的问题 只有先把是以非问题搞清楚了 强弱的问题再来谈 那还不止 这是我对心态 对大国风范论的一个看法 那此外呢 要应该怎么去处理 日本与亚洲的一个关系呢 我发现了也有几个理论 如果我们认真去分析的话 都不难发现它的源头是在哪里 首先有一个叫这个理论 叫做日本多次道歉论 说日本已经道歉多少次了 你还要知道 为什么要它道歉 日本道歉论 还有战后日本和平论 你看战后的日本不是很好吗 他没有侵略过什么国家 但是提出这样一个理论的人呢 他忘记了战后的日本和平论 是建立在战后的和平宪法 对日本的一个签字 那一旦和平宪法被修改了 日本是否会成为脱缰之马 这个谁也不敢做出保证 再来就是文化交流论 文化是比较不是那么直接 多交流的 多沟通的 多理解的 问题有些解决 那这些理论 如果是我们一个一个去追根追纵的话 没有一个理论 不是来自东京 特别是没有一个理论 不是来自1998年 江泽民反问日本的时候 日本媒体提出的共同方案 但是很奇怪的 这一项的一个理论 这些言论有时候也出现在亚洲 包括中国的媒体 那我称它为这些 使日本出口转内销的理论 那么这些日本出口转内销的理论 的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 特别是文化交流论 对于文化交流的话 现在可能很多人是认为说 这个是软势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有留意一下日本学者 日本专家怎么看待这个文化交流的话 特别是在这个上次几 70年代 也就是1972年 中日贵父邦交的时候 当时日本某些亚洲通 他们已经意识到说 今后中国跟日本将会有一些竞争 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情况底下 中日本要怎么能够压倒胜利 他们就引述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在回忆过去的一段历史 他们认为是在战前 尽管日本人在倭寇时代 与最近的太平洋战争中 曾经两度尝试通过武力侵占东南亚 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 且可以说是丝毫也不存在 近代以来 进入该地区的欧洲人 在通过武力进行统治之同时 也加紧文化渗透 因此尽管武力统治方面已经崩溃 他的文化影响力还未继续下去 那么当时日本的一家主流媒体的偏激 还特别把它标出这么为一个大标题 叫没有同时展开文化工作 便无法保持永久性的影响力 这便是历史的教训 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今天在轻易在谈 跨文化交流的时候 都在谈好像是文化就没有侵略性 忘记了文化侵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也必须牢牢地记住 这便是历史的教训 那我想综合我前面所述的这些内容 我认为是面对着一个即将修改宪法 或者迈向休闲的一个日本 我们亚洲各国人民 在谈论日本的历史观问题 经过神社参拜问题 或者他休闲问题的时候 我们与其说强调强弱论 或者博弈论 不如说我们强调是非论 只有牢牢地把是非论抓住 不离开这个主线 我想亚洲各国人民 对于日本那些倒行列室的政客 或者是专家学者的 各种是是而非的言论 才不会嗜弃我们应有的警惕性 感谢卓教授您刚才的精彩演讲 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一些对于日本修宪的问题 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想和您进行交流 来有问题的观众 请居住 是一我 朱老师好 像安倍刚上台以后 他在政治上的一系列的一些 活动了一些行为 已经造成了国际上 很大的一片舆论和困扰 就是说但是日本在 安倍上台以后 他主张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方面 在使日本在全世界 也是这段时间 也是特别耀眼的 在经济上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您 您对安倍经济学有怎样的看法 安倍经济学 它到底能否拯救日本 能否让安倍在国际的政治上 或者外交上走出它这种困扰 谢谢您 所谓安倍经济学 其实就是大量印刷草票 然后是利用日元变相贬值的优点 来促进它对外的贸易 然后来使到经济 所以产生活力 这是大家对它认为它正面的地方 但同时大家都知道 包括宗宗跟前首相都提出 真正考验是第二年以后 因为被经济学搞得耐他 实际上是大家都认为是短期有效 长期看力 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是非常的担心 但是以目前安倍的做法 它跟邻国 特别是跟中国这么一个 管大市场的中国关系管不好 它的日元变相贬值 是否能够促使到它的出口增加 或者是像日本企业界所担忧的 将会停滞不前 那这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佛教授您好 刚才您在演讲中提到了 比如说日本的政客 然后日本的政党 然后日本的民众的公投 还有美国的态度 都不能阻止日本政客修宪 那么目前在日本国内外 到底有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能遏制日本呢 比如说日本再经历一场经济危机 能不能阻止或延缓日本修宪的步伐呢 谢谢您 我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以我能够感受到的日本的一个气氛 此刻真正的制衡力量已经没有了 因为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 那在战士三个世纪九零年代 也就是当春山富士 把社会党的家传法宝 全部卖得一干二净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春山富士也许他留下了一个稀有其名的一个春山谈话 但他同时也得到了日本的右翼政客 比如说前国民兴党 也就是前知名党的一个政客叫归锦锦香 就直接称发是日本的民宅相 就是截天闹以来的民宅相 什么民宅相呢 用忠诚客的话来说的 其实就是社会党是休闲的最大障碍物 而最大的障碍物没了 随着功劳 春山难就推起就其责任 主持人 您好 现在就有些人认为 在美国的制约下 中国也不必太对于日本休闲 过于认真 您对这个看法认同吗 这个问题我是认为说 如果是在过去 美国制约论或者美国监督日本论 是有市场的 是有说服力的 但是在今天美国有美国自己的考量 而事实上今天的日本 日美关系也起了某些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希望美国到最后能够给安倍一个颜色 看看这类的一些想法 我现在说是太天真的 是不现实的 国际政治不是这么晚的 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副市 发表村山谈话 对日本的殖民同志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 然而近期我们却可以看到 一方面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称 安倍政府也是延期了1995年的村山谈话 希望和中国和韩国得到我们的理解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断地看到安倍政府不断地在扩军 在修宪以及在扶人历史 那么面对这样的乱象 我们今天在听了卓教授的演讲之后 也许会对安倍的谎言背后的真正的政治意图有所了解 我们再次感谢卓南生教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